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8891汽車單元買車小幫手 而我就是你的買車小幫手 沛沛 這個單元要帶大家一起來做功課 針對車款的規格配備進行比較 要來看看哪一台車款更值得推薦 國產版的Nissan HL 即將在9月19號正式發表了 它推出了經典、領航、旗艦三種等級 而且也各自推出了客車跟客貨車的版本 目前公布的預售價格是以客貨車版本為主 分別是106.9萬、116.9萬跟123.9萬 客車版本的售價應該要等到發表會才會知道了 而目前這個時間點其實很難不跟Honda CR-V聯想在一起 畢竟它上個月才剛上市 而如果說你正在考慮這兩台車 那你一定要看看這集針對AXL的分析說明 因為裡面有我實際體驗過後的感想 而且也要來告訴大家 到底Nissan HL表現如何 而哪一個等級又更值得推薦呢 動力部分 國產版的Nissan HL 它只有一種動力形式 是1.5升的三缸可變壓縮比的渦輪引擎 再搭配12V的輕油電動力 最大馬力是204匹 扭力是30.6公斤米 而VC Turbo的技術 它是可以根據行駛的狀況來調整引擎的壓縮比 那原廠強調它是可以兼顧性能跟節能 另外結合12V的輕油電系統 引擎呢可以在14公里以下熄火滑行 而停等紅燈的時候呢 怠速熄火時間也可以更長 讓能源局平均油耗來到了每公升16公里 而這個數據呢也優於同樣是1.5升渦輪的KUGA HS跟CRV 這次實際開上路啊 幾乎每個紅燈都能夠怠速熄火 可是這個時候冷氣就會比較不冷 那雖然說啊它引擎重新發動 它的震動感不明顯 可是因為夏天啊冷氣不冷 所以我還是會想要把怠速熄火這個功能關掉 那再來啊它這具三缸渦輪引擎 我覺得它的運轉品質其實還不錯 不管從腳踏板還是到方向盤 其實都不會有多餘的震動 光從動力數據來看啊 就比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KUGA HS CR-V來的更大 那我覺得實際開起來感覺也是輕快飽滿 而且反應很及時 三種車型都採前驅設定 再加上CVD的五段變速箱 提供了標準、運動、節能三種駕駛模式 而且還有換檔撥片可以做使用 而12V有點寶貴的條件 它在鋰電池的部分呢 提供了10年20萬公里 而馬達化則是8年不限里程 稅金部分 1500cc的排氣量 每年要繳的稅金是11920元 而在外型的部分 國產版的Extro 採用的是鍍鉻邊框的水箱護罩 那頂規版本則多了運動化套件 包含了銀色的前後下護板 以及多了鍍鉻飾條的車側仿刮飾板 而國產版Extro 它除了沒有全景天窗之外 在車色選擇上也比較少 像入門版本只有白色一種 中間以上的版本有黑、灰、白三種 那只有頂規版本可以加價1.5萬元 選擇兩種的雙色配置 那像我這次體驗的 黑、灰、凸痛的外型 我就覺得蠻好看的 比較有層次感 燈具的部分 全車系採用的是LED的頭尾燈跟前霧燈 那矩正式的頭燈的話 則是e-power專屬的 這次原廠也有強調 國產版的Extro 在引擎蓋、前葉子板跟前後車門 都是採用鋁合金的材質 那這部分跟e-power是一樣的 裝得更輕、強度更好 可是萬一我要維修的話 想必也會比一般一個鋼材來的更貴 最後是圈胎配置的部分 全車系採用的是18吋的雙色鋁拳 那我覺得在造型上簡單好看 採用的是235 60 R18的 馬吉斯BRAVO HP M3的修鋁胎 那訴求的是耐磨跟經濟性 那一裝質感的部分 我印象就蠻深刻的 因為它中控台材質很豐富 像是有皮質包覆、軟質塑料、鋼琴烤漆 還有木紋飾板 然後在安座跟門板上 還有類金屬的髮絲紋 另外如果是頂規版本 它門板上面還有皮質的包覆 我覺得有營造出高級的感覺 高級的感覺 另外在介面設計跟使用回饋上 我也蠻滿意的 比方說常用的音量跟空調 它是實體按鍵跟旋鈕 我覺得在操作起來就蠻直覺的 最後是電子線傳排檔感 它的造型美觀 而且手感也不錯 比起CR-VR沒有使用Civic上面的電子線傳排檔感 我覺得這部分 Extro營造的質感來得更好 隔音的部分 原廠對於Extro的隔音表現蠻有信心的 因為它強調有三層的隔音防火牆 可以隔絕引擎式的噪音 在雙前座跟前檔也都有雙層玻璃 再加上ANC的主動降噪 實際上我覺得真的蠻安靜的 像試測當天下大雨我們開在高速公路上 大家聊天的聲音其實也聽得蠻清楚的 而且我們一致都覺得 這台車競速性也真的不錯 再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真皮方向盤 它兩側的按鍵面積做得很大 使用起來很順手 而且皮質摸起來也很細緻 原廠標榜它的皮革經過精挑細選 而且上面不能有疤痕跟皺紋 超級難 所以一頭牛只夠做四支方向盤 你們相信嗎 我是有點半信半疑啦 不過在質感呈現上 我確實是相當肯定Extro的 在科技配備的部分 入門的經典版本就搭載了 7吋的數位儀表跟8吋的多媒體主機 而主機的中階版本 它的螢幕就升級成雙12.3吋的數位儀表 跟多媒體的觸控螢幕 畫質很好 而且頁面切起來很流暢 而且還有中文介面喔 裡面整合像原廠導航 無線Apple CarPlay 有線Android Auto 跟360環境 不過360環境的畫質 就比較普通一點了 其他的還有無線充電 雙區恆文空調 LED的氣氛燈 跟我很喜歡的腳踢式感應電動尾門 那這些配備呢 都是從中階以上就開始標配的喔 頂規的話呢 則升級成10.8吋的抬頭顯示器 那裡面可以顯示像 時速 主動跟車狀態 跟導航提示 那它是直接投射在擋風玻璃上 在開車的時候呢 視線就不會移來移去了 還有雙前座電條 再加上兩組機的功能 如果家裡有兩個人要輪流開車的話 真的很實用 座椅部分 雖然原廠強調呢 全車系都使用3D紓壓皮 但是我覺得這次實際體驗起來的感覺 跟我以往試過你上的車比較不一樣 因為呢 它在泡棉設定上是比較偏硬的 而且中間手座壓紋處理 也是為了讓止滑性更好 整體而言 中階的領航版 就已經包含大部分的使用配備 而頂規的HUD FORCE音響 還有記憶座椅 主要是增加豪華感跟科技感 主被動安全部分 全車系呢 都有符合LV2的駕駛輔助系統 包含了全數位的ACC 車道維持輔助 另外呢 還有交通用色輔助 盲點偵測 RCTA 那這些呢 是不分等級都有 再來比較特別的 還有AI智能駕駛輔助 如果說你車道旁邊有大型車輛的時候 系統可以幫你調整車道內的位置 讓你離大學長遠一點 另外還有PFCW超四距追撞警示系統 系統會幫你預判前方兩輛車有沒有追撞的可能 幫你提前煞車 另外中階版本以上 多了後方緊急煞車跟油門物踩緊急補助 而被動安全的部分呢 全車系都有六具氣囊 那整體而言 ACCRA的主被動安全其實給的相當的完整 算是符合大多數人的期待 空間部分 這次體驗的國產版ACCRA是客車認證 那如果是客貨車認證的話呢 後面就會有鐵桿 那有鐵桿的話其實也不影響座椅的機能性 因為客貨車認證呢 同樣也有後座前後滑椅跟九段式的座椅調整 而我實際體驗過ACCRA的感覺啊 會覺得它的空間感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無論是西部啊還是頭部空間其實都很開闊 但缺點就是它的椅面略短 讓大腿支撐性小扣分 新衣箱空間表現部分 國產版的ACCRA並沒有公布容積數據 但我們可以參考進口e-power的575公升 因為兩台車的內部設計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575公升的表現到底如何呢 我們就拿同級賣的最好的RAV4的580公升來比較 其實兩台車的容積數據是伯仲之間 那後座傾倒之後啊其實它的平整表現也很好喔 因為並沒有太多的高低落差 再加上啊底板呢可以向下延伸 可以創造更多的機能性 中間版本以上還有方便的腳踢感應電動尾門 但我覺得有一點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呢它沒有辦法從後箱快速傾倒 必須走到後座來操作 我覺得在便利性上就打了一點折扣 最後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就目前的預售價格來看 到底要推薦哪一個等級呢 首先我們從入門版本來看 它不僅沒有恆溫空調 而且連倒車顯影都沒有 那對於台呢破百萬的休息車來說啊 連這些基本配備都沒有的話 我是連考慮都不會考慮 而貴了10萬塊錢的中階版本 它的儀表板跟多媒體螢幕變得更大 而且還有360環境更多了電動尾門 CP值真的很高 不過啊我還是會推薦大家 加7萬塊錢選擇頂規的旗艦版 因為自從我上次試過它的10.8吋抬頭顯示器之後啊 我覺得它的顯示畫面夠大 而且畫質很清晰 再加上結合原廠導航 我覺得這項配備就比同級對手強很多 再來啊雙前座還有8項電動調整 加上兩組的記憶功能 如果呢跟朋友輪流開車的話會更方便 而且頂規版本更多了Bose音響 再加上啊原本就好的車式隔音 讓我覺得開起來更有高級感 所以說啊加了這7萬塊錢是真的很值得 我會推薦大家選擇頂規的旗艦版本 看完之後如果對於Aktro有興趣的朋友 也歡迎大家可以上8891汽車的官網或是APP 找到一鍵尋價的功能 那按下去之後呢 系統就會從上千位的業袋當中 找到三位業袋跟你包價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呢 你可以不用一間一間的去展一間問價格 再來啊因為透過系統轉接 所以業袋不會指導你的LINE或是手機號碼 既保有隱私又省時間喔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一定要試試看這個功能 我是裴裴你們的買車小幫手 我們下次見 掰掰